在湖北武汉 很多孩子可以一年四季的亲近田园 因为这里有一片片的屋顶农场 这成为了孩子们了解农业 观察农作物的乐园 我认为农业在城市它是有生存空间的 而且它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在研究的这个方向和实际做的事情 就是在城市里面去做一些都市农业的场景 这个是紫杯天腿 这个是辣椒 屋顶农场的计划源自于我们对闲置空间的探索 对呀 它没有水的 武汉市有很多屋顶都闲置了 刚开始我们做这个屋顶农场的时候 就是自己出钱来做这个事情 其实一开始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因为确确实实 第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 第二个大家不知道做了之后干嘛 完全是迷茫的 或者说完全是一股脑的冲劲 没有结果的考虑 到中的难度是非常大 所以这次肯定要在材料的轻变性上要好好考虑 选择这种可食用植物呢 屋顶农场的这种形态 它既是绿化的一补充 更主要的它还有生产价值和科普价值 尤其是它一年四季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景观形态 会给我们的城市带来很大的想象空间 15年开始到1617 基本上经过两年半的考虑之后 发现了我们在学校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多 学校会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和教学如何的考虑 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自然笔记课程 那老师带着你们一起看一下 我们的植物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世界的变化 然后告诉孩子们它是怎么样在发生改变的 怎么样从一颗种子到开花到结果 我们叫做体验式教育 如果没有这种体验 你在书本上学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比较空洞的 反馈 非常高兴 舍不得走 老师 我还想留在这里 我们可以称之为给他赋予了这个灵魂 灵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 就像我们刚才去讲自然笔记的时候 我蹲下来和一个孩子去跟他聊天 我就和他是一个视角 我会发现他眼神里面是有光的 好 我们可以分开一点 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一直以来 所做的这么一些事情 让教育能够激励年轻人 关注农业 食物与乡村盘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